大家好 这期节目的是要用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 来给这个音频或者视频打字幕 就是用这个OpenAI的这个Whisper大模型 OpenAI我们都知道 这是ChatGPT的那家公司了 Whisper是它的另外一个产品 是专门用来处理语音的 我们今天呢就要安装它这个模型 然后让它给我们上传的这个MP3音频文件 转换成字幕的文本 格式是SRT 可以用以导入到PR或者是YouTube 我以前用这个转字幕呢 是用这个 以前是用这个Whisper Desktop 它在Github上托管的也是开源的 这是Whisper Desktop 它调用的也是Whisper 但是它调用的是V1版本 它这个处理像我的电脑 因为是麒麟显卡 处理起来 你比方说20分钟的音频 它大概要转一个多小时时间 效果也还OK CM没有那么好 也还算是不错 这很多那个比我预想的 我觉得还是要好一点 除了有些我自己本身 因为发音也没有那么好 有些地方还是需要稍微修一下 我处理过一个那个发音比较好的人 它的音频呢 那个准确度是百分之百的 这个它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我是觉得 OpenAI呢 它现在 它这个Whisper的已经到V3版本了 它Large V3版本了 它还在用这个V1版本 我怕V3版本下来 因为它转成这个GTML格式的 然后让它交用 结果呢 就是运行了很长时间 然后没有生成的文本文件 字幕文件是空的 所以说还是不行 大家不要踩这个坑了 可以劝是不行的 这个转字幕这个工作呢 是其实你要自己去做 真的是 现在来看是不可思议的 花很多时间 同步对齐 还要打字 但现在是完全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来做 它有一些软件上 也像简映 也带了一些转换 你觉得 有些 它想转的质量比较高啊 它都是收费的 如果你本地部署模型的 还有人讲自己的电脑不够好 转太慢 像我就是转太慢 我现在一个是觉得转的慢 二个是我想用这个V300 这Whisper的V300 现在要免费要快 还要这个解决这个自己没有硬件的这个问题 怎么办呢 我们请出今天的主角 就是这个谷歌的Club 它叫全称叫Club 这个地址呢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 你到时候复制这个地址 直接放到地址栏 就可以进来了 当然你前提是 你得有一个谷歌的账号 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先去注册一个账号 进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 它是一个笔记 笔记软工具 它这个在网页里面 它后面 要用的是一台这个 有PASM运行环境的一台高性能电脑 它里面最关键的是这个地方 你看它有这个免费的GPU资源 我们要把这个 它默认是CPU 我们要把它改成这个GPU 改完之后你看它 这个是PASM3的环境 然后点这里的保存 一定要点保存 点取消是没有用的 点完之后 这个环境就有了 我们现在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笔记 等它来看一下 你看 无需任何配置 你就可以用这个谷歌的高性能电脑 用它的GPU 然后用它速度 非常快的这个 只需要执行三行命令 上传一个文件 就可以得到一个字幕 就是这么简单 OK 我们现在来看怎么做 现在新建一个笔记 我们再来圈一下 圈一下这个运行环境 类型对不对 不对的话 我们先点 给它改过来 然后呢 一共三行命令 这三行命令呢 我也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到时候就复制就行了 我们一行一行来吧 我不知道一次之前两行行不行 反正我们一共只有三行 问题不大了 复制进来之后 点这里 这行命令是干什么呢 就是从GitHub上直接下载 安装OpenAI的这个Whisper 这个大UM模型 谷歌的网络 那是不用讲 它会安装也会非常快 要不了多久 我在这个时间里 在它安装的时候 我给你说一下 它这个Galab Galab它这个环境呢 除了它输出的这些内容 文本内容 能够给保存下来 你现在看到的 能够被保存下来 当你断开这个连接之后 你安装的这些程序 还有你上传的这些文件 全部会被清除 所以说 当你运行完毕 得到了自己的字幕文件之后 一定要把自己的字幕文件 下载下来 其他的 它都会清空 如果你下次要使用 重复这三个命令 就好 OK它还在安装 我们乘这个机会呢 我们去把我们的音频文件 给它上传上来 点这个按钮 点这个按钮 可以上传 我们今天要处理两个音频 在每个音频 大概要一分钟 你看它提示你 确保要运行中止之后 要保存 否则它会将被删除 这个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OK它已经安装完了 我们现在再去执行第二行命令 第二行命令就是这个 这个是装一个FFMPG 用这个东西 执行的时候再点这个代码 它又出现一个新行 然后再点它来运行 这个很快的 OK我们现在再去复制第三行代码 第三行代码是这一行 回来 再点这里 它又出一个新的 这里的file name file name改成 改成这个 我们刚才上传的文件 test01.mp3 最后大消息完全一致 Linux是区分大消息 我点这个执行 稍等片刻 你看它正在加载 大原模型 它的这个GPU 比我自己的电脑 好太多了 速度非常快 我自己的真的是 一个15分钟 15分钟 的音频文件 是要处理一个多小时的 这个这个1分钟应该估计要十几秒吧 1分钟它估计要十几秒是 OK它已经自动检测到这个语言 这个模型呢 它是支持99种语言的 你看它自动检测语言 不需要我们去指定语 我们指定的是它这个medium的模型 它还有一个large large对于GPU就是要求 就是你要有更多的显存才行 显存要足够它 才能够运行 如果你本地运行的话 你去你的显卡要足够的显存 OK它已经完了 我这个只有一分钟时间是比较短 余句不多 它很快就生长了 我们现在再来一个吧 再来把这第二个音频 点这个置信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左边 你看它生成了多种不同形式的 我们比方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txt 这是一个txt格式的 它字幕有这么多 这个是VTT 像我最需要的就是这个srt srt它是这个格式的 你看这有气质时间 这是这是显示的文本 它这里面呢 根据你的发音情况 你发音标准的话 错误基本就很少 发音不标准的话 就会差一点 好在它是完全免费的 这个算力也是bm的 结果srt是我们的 OK这个也已经完成了 非常快 它如果没显示出来的话 你点一下刷新它就出来了 OK现在我们把它下载到本地 下载到本地 下载到文件在这里 OK 这个srt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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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用youtube视频的 你不想改的话 其实也已经很接近完美了 想改的话 你自己再过滤一遍 或者你的pr里面呢 都可以直接导入 直接导入就可以了 这个效果还是蛮好的 是我用过的 我觉得是最好的 今天呢大概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大概会给大家讲一下 我是想啊 因为我还想做这个多语言字幕 你现在它转出来 我自己说中文的 它转出来也是中文的 我想通过调用这个 AI的大语言模型的接口 然后把它转成其他语 比如说 单体中文 比如说英文 或者其他语 转成多种语 看看这个 我先去找一些市面上有没有相应的工具 有相应的工具 我就用现成的没有的话 可以自己写一个小工具 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想法 或者说你有什么好的经验 都可以在评论下方 发一下 谢谢大家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的想法 操作 所以我们《语言估计》 就是大语言 是若一闹